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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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 跨越烘焙 帚你做会跨越烘焙 我喜悦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基础酸种面包 應該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欧包 需要的材料呢 非常简单 酸种50克 面粉250克 水175克 盐巴5克 这就是我所有的材料啦 这边我提供一个简单的比例 给大家做参考 我最常使用的比例就是 面粉是酸种的5倍 然后水的用量是 酸种的70%左右 最后盐巴的份量呢 则是面粉分量的2%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材料 跟之前所有的影片一样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先喂养酸种 先把平常保养的酸种倒出 剩下一点点在面中 加入25克的水 与面粉 比例呢就是1比1 在玻璃瓶 在玻璃瓶上 往上一条橡皮筋 记录一下高度 当高度变成原本的2倍 我们就可以准备来混合面团了 先把酸种 水 还有盐巴 混合均匀 混合到影片中的这个程度就可以咯 接着我们加入面粉 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搅拌到看不到大颗粒就可以咯 然后盖上保鲜膜或湿布 等待30分钟到一个小时 这时候面团的状态呢 应该是非常湿黏 而且呢 会粘在你搅拌的工具上 所以我建议在这个步骤呢 先不要用手下去搅和面团 30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第一次的折叠 这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 面团的状态已经跟原本很不一样了 面团变得很有延展性 而且也不太沾黏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第一次的折叠 记得要先把手沾湿 可以防止面团沾黏 折叠的手法就像影片中一样 把面团往外拉 然后粘回面团上 反复操作10到20次 直到面团变得很紧 延展性比较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停手了 接着盖上湿布或保鲜膜 继续让面团休息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之后 我们进行第二次的折叠 这时候可以看到面团的延展性已经相当好 而且也几乎不沾手了 再过一个半小时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第三次的折叠 第三次折叠的时候呢 应该会看到一些大气孔 在进行折叠的时候呢 也可以明显感觉到 面团里面有气孔的存在 第三次折叠之后呢 再让面团休息一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预整型咯 我们首先先在面团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接着在你的工作台上也撒上一些干面粉 将面团倒出到工作台上 预整型的方式呢 跟之前的折叠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把面团折叠到很紧 没有办法再继续拉伸 就可以停止了 刚预整型之后的面团呢 应该会像影片中一样很有弹性 然后蓬蓬的像一颗枕头一样 然后用玻璃盆把面团罩住 让它继续再发酵30分钟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最后的整型 最后整型前呢 记得先准备一个模具 我这边准备的是一个长方形的模具 准备一条毛巾放到模具里面 然后在毛巾上撒上干面粉 防止面团粘黏 掀开玻璃盖把面团翻过来 然后按照影片中的手法 把面团慢慢慢慢整成长条状 这边把影片稍微放慢速度 基本上我的整型手法呢 就是一左一右 然后往下一卷 等到面团变成一个长条形之后呢 旋转90度 从这个方向再把面团卷起 整成长条形 然后将面团翻过来 进行第一次的收口 这边呢我就用原本的速度播放 让大家可以看清楚怎么收口的 移入模具中我们进行最后的收口 记得收口要收得很好 这样子才不会让面团在烘烤的时候 从下面爆开 转走 好 只要 过 其他 收口 首先 加到 非常 起 acronylaimer OME 弄在 桃口 第一次 接着 部 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在麵團上再撒上最後一點點乾粉 然後用毛巾把麵團裹起來 冰入冰箱隔夜或至少12個小時 隔天先將烤箱以220度左右 預熱30分鐘 如果你的烤箱沒有辦法到220度的話 就用最高的溫度預熱 預熱的時候呢我們有兩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就是燒開一壺熱水 如果有看法國麵包那支影片的話呢 就知道燒熱水呢是在空烤的時候要加入 同時也別忘記預熱的時候 烤箱中要同時有兩個烤盤 一個放麵包一個等等會加熱水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你家裡最鋒利的刀子 再磨的更利一點 等等可以更有效率的在麵團上面割線 當烤箱預熱的好之後呢 把放麵包的烤盤拿出來 這時候從冰箱取出麵團 麵團的狀態呢應該會像影片中一樣 輕壓呢會回彈 接著把麵團倒出 以接近水平的方向呢 在麵團上割出一條線 然後你可以試著用刀割出你想要的花紋 我在說明欄有附上一些蠻有趣 而且專業的割線教學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喔 線割好之後呢就可以在麵團上噴上大量的水 噴好之後呢就可以把麵團送入烤箱 記得要在另外一個烤盤上加入熱水 以220度呢現烘烤10分鐘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烘烤5分鐘跟烘烤10分鐘之後的高度變化 10分鐘之後呢將烤箱打開 這時候要記得小心高溫的蒸氣 再加入一些熱水之後呢 將溫度調到200度再繼續後烤15分鐘 15分鐘之後香噴噴的酸種麵包就烤好囉 從烤箱取出之後記得先將麵包摔兩三下 排出熱氣 烤熟的酸種麵包呢敲打的聲音應該是這樣子的 表面上呢應該會看到一個這樣子的裂口 放置1到2個小時等麵包涼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它的彈性如何 從影片可以看到麵包的彈性相當的好 然後我們從中間切開 氣孔大小適中分布也相當均勻 然後我們來切片 切片之後麵包的彈性也相當的好喔 這邊我想來分享一下平常我都是怎樣保存麵包的 麵包烤好之後如果不是當天或隔天要吃的話呢 我就會把它們切片 然後放入保鮮盒當中直接冰入冷凍庫 等到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室溫退冰大約一個小時 或者直接用烤箱大約120-150度烘烤個 5分鐘左右就OK了 最後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基礎酸腸麵包的步驟 如果你好奇麵包吃起來味道如何 別忘了自己去嘗試做看看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分享這部影片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掰掰